在这一边呢 它是屋顶 ok 然后这一边它是12米 12米 ok 还有这个的盘度是12米 好 来 在这一边呢 它说ab等于ac ab等于ac 所以它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所以这一个其实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这样 那这一个其实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好 然后在这一边呢 等腰三角形的话呢 我们这一边下来 它会垂直 然后会左右平分 所以这一边它这样垂直下来 然后它左右平分 这一边是6 这一边也是6 ok 它就会把它平分了 一般了 6米 6米了 然后它说 那一个ab的斜度是2×3 这个gradient of ab是2×3 so我的gradient是2×3 然后它叫你找它的height of a from straight line bc 就是bc来这一边的高度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呢 我们知道斜度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斜度是高除以宽 所以我这一个的斜度是多少 2×3 我的高是多少 我给它是h的 这边是h的 它宽是多少 6 ok 然后这一边我可以直接知道我的h是等于4 ok 怎样呢 我怎样知道它直接等于4呢 因为我这边乘2它就变成6 乘2它变成4 所以h等于4 当然你也可以是这样 2×3等于h×6 然后我把6乘上去 所以h等于2×3乘6 然后我在这边越 然后224 所以这个会变成4米 嗯 好 所以它的这个答案就是4米 这样